白给AX发表变支 军阳勇闯国际服 兄弟们是不是都知道 我白给AX的大名了 为了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我决定在国际服 做大做枪再创辉煌 看看国际服 能不能让我光速掉AX50 还有想玩国际服的 视频最后一较成哦 现在不索区了 能继续到真的老外哦 现在国际服的版本是第四赛季 还有我最喜欢的模式 北枪对抗 你们懂的啊 最适合我周期走弹 配上热成像了 懒得改枪了 直接上市场上 去买一把整枪去 就这个吧 接下来就是我的热成像咯 直接购买 购买个屁啊 啥 45万 你咋不去抢啊 咱们这期视频 紧急调整为热成像SVD吧 我就不信这个热成像也这么 怎么这么贵啊 国际服这么怕黑的吗 热成像的价格都炒上天了 那个蒸鸡的蛋 这次就委屈你一下 放心 我的火眼金睛 照样能找到敌人 直接进途 我再要看看老外 能不能让我成功白给AX 我们的阵容选的是 兰德尔这边 为什么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 兰德尔这边有一个 很无敌的狙击点位 不仅能轻松架到敌人 关键对面人机 不仅不会打你 还能帮你打掩护 神奇吧 就在这儿 这个小小的石头山 直接上去 快到顶的时候 会提醒你接近战场边缘 这时候你只需要往右一走 哎 就上来了 看着视野 简直架中对面 整个右边的进攻路线啊 而且你往石头缝里一蹲 谁也没事看着 战场边缘的乱石堆啊 带个消音 就根本不会有人发现你 你就说这个点位 是不是无敌吧 哎 有人 他是个人机啊 正好给你们演示一下 对面人机 怎么给我打掩护的 我们把人机放过来 我处理了 不打我 你看 根本不打我 甚至我开枪打着人机 人机都没反应 这样不就是帮我打掩护了吗 对面一看 哎呀 人机都毛顺没有 跑前面去了 肯定安全 殊不知 洲际导弹正在头顶 默默地搜寻他们 顺便吐槽一下 国际服的人机啊 貌似很不抄模啊 很合理的水平 怕不是特殊照顾呆呆的老外吧 来了 距离有点远啊 正好试试国际服手感怎么样 一枪 直接撂倒 怎么样 居神称号名不虚传了吧 顶着三位式的延迟 隔着这么远 一枪毙命 看来国际服的小伙子们 这几天要感受 来自国服居神的压迫感了 对面又来人了 而且一点不设防啊 我就说这个点位无敌吧 倒下吧兄弟 暴头拿下 成功双杀 可惜啊 敌人好像都在另一侧 这边的玩家是少之又少 走吧 我们去看一下那里的装备 三套为个托 不对吧 哦 这是人机啊 嗨 没有盒子就是容易分不清 真人还是人机啊 这个小伙子是四套M824 这是哪个国家啊 有人知道吗 配件一抠直接溜 前面枪声不断 咱们过去架一手 呦呦呦 这不弗里德小队吗 几天不见这么拉了 一抢暴头弗里德 还穿着灵珠人衣服 不会是灵珠人法老吧 全部干掉 填装备去 这 老服的装备有点拉呀 半改法老司机甲 此乱还是三级弹 拉了呀老服 不过不得不说啊 打着黑夜模式的图 还是得带热成像 我这为了找人眼睛瞪得像同龄 还是找不到 比赛就结束了 也算是过了一把小瘾了 直接撤离 这人不是我刚开始远距离干净的这个吗 国际服兄弟不错啊 不是自己打的盒子碰都不碰 装备是半改墨新 国家室 我还是不认识 配件一拿直接撤离 是不是感觉国际服特简单 我的AX看来是丢不了了 来教训你们怎么玩国际服啊 首先是加速器 用你们喜欢的加速器就OK了 其次是下载 安卓机很简单啊 搜到就能直接下 苹果端就有点难度了 需要一个海外Apple Store账号 有海外账号就能直接下载油丸了 至于注册嘛 更简单了 先把加速器打开 然后直接邮箱注册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QQ预箱注册的 还有最重要的啊 设置中文教程 先点这个小丑 再点第五个 点击这里进入语言选择界面 选择繁体中文就好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 回来试试吧